大家好 剛剛政府公佈了這個關於冷靜期的諮詢 對於我們來說工聯會是歡迎冷靜期能夠盡快實施 要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但是我們都知道其實在今次這個諮詢裏面 關於冷靜期的涵溉範圍 主要是美容和健身 但對於現在我們說的網上的服務 網上購物的服務 一些時光共享的服務 或者一些非應邀合約 或者遙距合約 政府又沒有包括下去 事實上這個在前幾個月 消委會他們做的一份關於冷靜期的報告裏面 都提出其實應該要規管 對於今次政府沒有涵溉這些範圍 不能夠全面去接納消委會的建議 我是覺得有點失望的 至於說美容和健身的確在過往 我們收到的數字其實都不少 在過去我們收了百多宗 特別是有130宗 牽涉美容健身這些消費者權益的個案 我們處理金額都是超過五百萬的了 所以裏面也有一些是轉介給海關和消委會 裏面當然牽涉一些可能是一些不良的營商手法 但在舉證上面 往往海關因為要面對那個舉證的困難 消費者是很難透過海關的調查 又或者是消委會的調查 來幫他們拿到那些錢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今次消委會 今次政府是建議有一個冷靜期 去涵溉一些美容和健身的消費服務 是的確可以幫助到消費者 讓他們有一個更加快捷的方法 可以處理他們合約上面的一些爭議 但對於那個合約裡面 剛才我說過它不包括一些 我們現在經常都會聽到的 時光共享的合約 又或者遙距合約 又或者網上購物 我們覺得是不足夠的 而對於一些金額 今次的建議 就是要三千元以上的 才是冷靜期可以涵溉 這個我們都覺得是不足夠的 因為事實上大家要想到 一個消費者 如果合約的爭議的金額是很大 可能說過萬的話 那消費者一定會願意 用不同的方法去追討 但是如果那個金額是小的話 消費者要去追討的意欲 其實就會反而低了 因為大家要知道 其實在香港 沒有什麼法例 是可以保障到消費者的權益 那如果那個金額越小 可能消費者就會不願意 去用那麼多的 浪費那麼多時間 或者做那麼多的手續 來去追討 結果可能那個合約 他們即使覺得是不公平的合約 或者他們不想去做那個合約 也好 他們都會算了 這樣 所以如果將金額定到 三千元以上的話 固然這些大金額的合約 我們需要保障 但是對於那些小金額的合約 其實消費者他們也都不會 我們都不想看到消費者 是因為那個追討過程很複雜 所以我不追了 而任由他 所以我覺得 政府其實對於那個定在三千元 我覺得是有些 不應該 其實應該那個合約的金額 其實不應該有一個限制 因為有時候對於那些 就是因為金額小 才令到消費者 給一個有一個簡易的方法 方便的方法 給他們追討 其實那個才重要 至於那個冷靜期的方案 政府建議的 包括是三個 Sales Day 那個工作日的冷靜期 又或者七個 Calendar Day 那個日曆日的冷靜期 我覺得其實這個行業 我們都可以探討的 兩個方案都可以探討 反而在退款的安排 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要 因為我們在討論這個冷靜期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顧及消費者的權益 但我們都會考慮到 在一個行業裡面 可能有些特別是小規模經營的人 如果他們面對一個合約 因為現在很多人消費 特別是大金額 那個消費就會透過信用卡給錢 那信用卡公司呢 銀行呢 是不會說 今個月用卡 就今個月 就給回商店 我們甚至聽過 有些商店說 銀行可能是一、二十天 才會把那塊錢給他們 那如果在我們那個退款期 是定了 無論14天也好 7天也好 即是說有機會 如果一個消費者 使用信用卡去給錢的話 那個商店是未收到 銀行給他那塊錢 他就已經要退錢的了 那對於那個商店來說 可能其實都是一個負擔 和一個阻力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覺得 如果政府要定一個退款期的同時 其實都應該要協助商戶 我們的商界 去跟銀行說一下 如果對於這些退款安排 特別是信用卡的那個退款安排 是怎樣 即是說 商戶要退錢給顧客的同時 其實銀行都應該要儘快 將它 那塊錢給回這個商戶 那才確保商戶不用電夠錢出來 去退款 所以這個 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些 那麼技術的問題 其實就會 我很擔心 在諮詢期裏面 商戶因為這些技術困難 他們本來明明 都可以遵守到冷靜期的 可能他們是正當經營的 他們不是打算用不良的銷售手法 但是因為面對這些 技術的困難 他們就索性不如我反對他 因為政府解決不了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政府要在掃設立冷靜的時候 我們要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也都要在這些技術的問題上 是要解決 否則我們都要擔心 就是 如果一些特別是中小型的企業 他們不能夠承擔這個 這樣的退款安排 會不會最終影響了那個行業的空間 結果又是被一些大財團去壟斷呢 那對消費者也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退款安排 政府是一定要跟商界 幫助銀行去解決這些技術的困難 我們也覺得 為什麼冷靜期涵蓋服務呢 如果是一些商品 譬如一個美容院 他們都會買一些產品 那那個會不會都是包括在內呢 所以我覺得 都是希望那個範圍能夠廣一點 所以令到消費者能夠他的權益 是更加得到更充分的補助的 Is the government being aggressive enough in the proposal to is it able to adequately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because especially when we see the scope of the cooling of care proposal it's not covering all industries that's concerning consumers I think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rotect our consumer rights then the scope of coverage should be wider and the current proposal of the government they just proposed to cover those beauty and physical fitness industry but we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o widen the scope to include other industries like what the Consumer Council has proposed few months ago Okay Yes Actually 你是不是覺得 那個安排 應該要做到那個 火數 直接退回去 就是要消費 其實我們同意 這個冷靜期 能夠盡快實施 所以既然 如果我們都想 能夠盡快實施 不想 有那麼多人 有這樣的阻攔的話 政府都應該要協助商界 處理一些技術的困難 Ok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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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